其實主要的原因 德國會跌得那麼重 我們看K線裡面 其實一個大頭 頸線之前也跌破了 你說要供上去好像壓力很重 供不到上去的情況之下 就只好往下來做修正 為什麼 因為德國是整個歐元區最大的經濟體 它靠什麼 出口 前一段時間它可以漲 股市漲成這樣 我們先撇除Q1的問題 歐洲版Q1的問題 你看歐元就好 貶值啊 之前歐元大扁一路了扁 它是貶值的受惠國 對 受惠國 出口 股市就一路漲 但是最近有沒有看到 歐元在走強 因為歐元不扁 對 歐元不扁了開始走強 經濟好像有點改善 歐元轉強了 所以德國股市壓力就很大 所以這就跟日股一樣 都在看匯率 對 匯率 所以要救經濟嘛 所以歐元又開始走強了 德國股市壓力就很重 再加上希臘問題 所以造成說歐洲股市今天又受到一些影響 不過整個來看的話 我想台股有沒有受影響 其實最近就算人家大漲 我們也受影響 我記得禮拜五 國際股市都大漲 禮拜一牙股市都大漲 我們也是一開盤大漲 然後開高走地翻黑 都只有影響前30分鐘 對 那今天我們是煞車了 還算客氣的 我們是煞車了 但是跌到這一段 其實大家都 台股怎麼了 比別人還要弱 怎麼了 其實不是只有我們 你看看印度 印尼 這一段時間也跌滿重的 都往下修正 好 我覺得主要是外資 你今天還是買超 沒有錯 是的 但是你看一下期貨呢 空單 怪怪的 空單有1.6萬口 1萬6千多口 凈空單 那麼多的凈空單 16232 而且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瞬間增加 對 這個空單的夾擊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說 外資心裡在做什麼盤算 大家都在想 你現貨就意思意思買一點 你是不是認為說 讓大家覺得說 這盤是還OK啊 健康啊 有車 還是買超啊 對啊 但是期貨 我就可以默默的加空 讓你覺得說 有一多一空之間 你失去了戒心 會不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我想要觀察 觀察外資 它的買盤 可不可以趕快回到百億以上 恭喜自營商 跟同性有買超 對 今天要拍拍手 這個真的要拍拍手 要喊得很大聲嗎 買得不多 昨天的融資很痛耶 減了很多 我們不敢講太大聲 因為怕傷到 真的會受傷 但是那也是事實 其實昨天融資減那麼多 應該都是中小新股 引爆了一些 沙盤的力道 才減得比較多一點 不過我覺得 外資買32億是不夠的 我覺得應該買多一點點 有百億以上 這台股的穩定度會比較強 那當然內資有退場 外資說實在 現在是力不從心 現貨方面 所以整個來看的話 國際股的 我剛才提到 歐洲股市裡面的壓力 是最大 尤其德國 另外美國應該算健康吧 但是我這邊寫一個 楚高檔的創高沒有力道 你說道瓊 新高在前面就快到了 就是攻不過去 那S&P500一樣 納斯達克站上5000 你說下去再更高 好像感覺上新高又在這邊 差距有沒有很遠 沒有 它就力道不強 漲一下 跌一下 漲一下 跌一下 就高檔要盤整 所以當然連帶國際股市 這種情況台股就有壓力 我們量不見了 我上次有提到過 就那幾天買很多以後就沒量了 五日線 其實這一段時間 我們看大盤K線 五日線這一條跌破以後 有沒有看 都沒過 都沒過 每天都供不上去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短期的壓力都沒辦法克服 你怎麼往上勾 而且量都在退場 量都在退場 所以我覺得這一條線 我剛才講的季線 今天在守這個 上次守到季線 就攻萬點了 對不對 那今天守住了 不要跌破 沒有跌破的話 就有機會再往上勾 萬一跌破 可能在操作方面 有些漲幅比較大的 你可能就要稍微 做個減碼的動作 我想這個是 目前是一個關鍵點 我希望能夠守住 外資回來捧場一點 再往上探 好 那這個台股的一個修正 幅度 時間 空間 都比亞洲市場來得認真 來得認真 謝謝 守候王子 那我們也拜託 阿朝鮮也來到近面 那當然這樣子的一個 以時間跟空間的一個角度 修正完成了沒 因為畢竟今天我們也看到 許多乖離率比較大的 就是大幅跌升股 有呈現了反彈 對 當然華雅科 他這個今天股東會 有一些利多出現 這個這一波從51塊 跌到30塊 那外資其實過去三天都在買 那今天股東會 公司信心一喊話 哇 外資買更多 所以外資是連市買 因為畢竟就是說下半年這個20奈米 去做這個低潤 是華雅科的這個就是說他的一個期望 所以目前看起來華雅科目前是有初步的一個止跌 那麼在三月初 三月底這邊會一直跌下來 當然是因為外傳這個中國的面板大廠 京東方他也要來做記憶體 所以從三月底呢 哇 這個又一直往下 又多一波下來 這個股價就是反映未來 所以這個股價走的是有點領先基本面一些些 所以這個似乎是有一點這個初步止跌的一個現象 那但是大盤的一個空方因素呢 還是簡單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說目前呢 這個外資還是期望還是偏空操作 希臘不確定因素是比較高 哇 炒股遺運 遺在上雨 而且還是今天蘋果日報的頭版頭條 然後哇 周董代言 這個其實這是兩回事啦 但是這樣才有 對 跟周董是沒關係啦 只是大家會覺得說 哇 你建設公司何望也出狀況 騎自動車也出狀況 我到底還有什麼股票不會出狀況的啦 所以這個投資朋友就沒有信心了嘛 我買什麼 他有什麼 而且似乎就是有人在 在炒股 遺運 所以呢 這個很多人都被套了嘛 我賣都來不及了 我怎麼還會有這個新的資金 去買一些我看好的一個個股 這就是人的心理 對 一定是我賺錢了 我這個再買更多嘛 一直虧一直虧 這真的是大家就是信心都沒了啦 所以這個是炒股遺運 我覺得是短期之內的 這個還是會影響盤面 那近期公債價格大跌 這個就要特別留意 因為如果有一些金融公司 銀行去買了一些公債 價格一直跌 它會有一些帳面上的一個損失 這個也告訴我們什麼 就是說負利率已經不可行了 因為這個歐洲央行他們是要實施負利率 那個負利率是明目上的 可是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4月下旬到5月初的一個公債 這個價格大跌 就造成利率往上飆 它告訴我們負利率是不可行的 而且低利率已經怎樣 快要過去了 所以如果利率是上升的 這個股市的錢就會有可能會怎樣 往銀行體系來移動 這是空方的因素 那多方的因素呢 昨天融資是大減了37億 你怎麼把它擺在多方的因素 我們都說很心疼捨不得 對 這個就是說 但是它是市場的現實面 對 這是市場的一個現實面 可是現在目前農資的水位是不高 大概2000億出頭 那麼股市最怕不確定性 5月15號以前財報都需要公佈 所以到這個禮拜五 財報如果都公佈了 這個歐美股市止跌了 有機會下個禮拜一 就是有機會 因為下個禮拜上又是520 520又是5月起始的結算日 那到底是520的魔咒出現呢 還是說多頭來迎接這個520 那福爾喜清有助怎樣 6月1號的新制 因為現在這個130%以下的 有些已經自己賣了 所以這個6月1號反而是可以期待 大家也都在適應調整步伐 但是不是現在才開始 對不對 對 就是 但是就是說對於業內 為什麼他會先撤退 因為7%到10% 7%比較好拉 10%比較不好拉 所以這一波 為什麼這個 業內主力會先撤退 所以OTC指數呢 一直跌 那相對的也會影響到 加權指數 為什麼 因為一般投資人都買OTC的股票 我都了解 我哪有錢再去買這個 集中市場的一個股票 所以造成說 這個地方除非外資繼續買 除非外資繼續買 要不然的話 量能短線上要增加 我覺得並不是那麼容易 那就是看季線 今天是有走租季線 9633 那麼後續就是看 這個希臘的問題 看怎麼樣來解決 好 我覺得我們從 應該是5月之前 其實我們就一直在模擬 可能會發生的 就是融資的這一塊 結果現在 此時當下 其實就是看到這樣的結果 對 沒有錯 所以 維持率的部分 雖然是整戶的 但是相對的產生所謂的 連鎖效應或骨牌效應 所以股市就是這樣 你提早反應 有祈禱動作 就可以比較 所以把它擺在利多的因素 規避風險 好 希望今天的跌升反彈 也再次的預告說 這是一個觸底的征後 對 因為不該賣的也賣了 真的 被冤枉的 我相信也不少 那待會留在下階段回來 因為兩位今天都跟大家 因為現在能夠聚焦的 越來越少 我們就從聚焦的股當中 讓投資人有順勢而為 是比較能夠一個避風港也好 或者是可以 應該說 可以至少先躲在這裡面 族群的 就是今天兩位的重點 對 先躲一下 先躲一下 馬上回來 股價有1%以上的漲幅 另外 中信金跟台售寶 夾帶者合併題材 今天早上股價雙雙上漲超過2% 人包法收會落幕 對於第二季的看法 跟後世看法轉區保守 針對筆電視況預期尤其謹慎 抽集今天股價跳空開跌走低 早盤下跌殺到跌停 來到25塊3的價位 盤中雖然跌停有打開 但再度拉到跌停位置 華碩今天舉行法收會 公布第一季的財報 毛利率為13.2% 營業率率4.6% 匯損為3.49億元 最後盡利36.8億 每股盈於4.96元 創了三年來單戒新低 滴刃廠華雅科董事長高企全表示 第一季及第二季因為產品價格關係 華雅科表現稍微疲弱 不過第三季將有20奈米貢獻 請大家拭目以待 而此外三星及蘋果的需求升溫帶動之下 下半年滴刃的市況可光猴轉 晶圓店董事長李金弓表示 儘管近期市場雜音很多 但包括台積電在內 對第三季的看法也天向正面 因此晶圓店也樂觀看待 總經理劉安璇指出 晶圓店客戶組合較為多樣 不太受單一客戶影響 第二季的營收預估可較第一季成長 綠能今天公布了手機獲利 受到太陽能爆價下跌影響 延續去年第四季的虧損 但跌幅已經收斂六成 美股僅虧1.01元 綠能表示下半年進入旺季之後 單機表現有機會轉虧為盈 建大公布手機財報 因為每期訂單塞港低延出貨 新台幣匯損等等 單機獲利交去年同期衰退了32% 來到5.68億元 美股竟賺0.7元 董事會今天通過預計 配發2.25元的現金 0.5元的股票鼓勵 支利率大約4.74% 野村證券在最新台股策略中的報告指出 建議投資人現階段採取較保守的策略 而根據過去的經驗 六月就是前自蘋果公司的類股 最佳的時機點 公司的最新店 公司的 policy 公司的公司 公司的公司 一區公司 公司資和公司 公司全新店 公司地均